欢迎再度回来 在全球净铃趋势下 探存交易跟探税开征也接连上路 这让落实永续经营 成为各家企业 必须做也不得不做的重要工作 那么除了企业有社会责任之外 个人部分如何从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呢 也是全球净铃的重要关键 光是以交通层面来说 民众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就是落实低碳生活的方式之一 而为了鼓励大家搭乘绿色运输 拥有全台湾交通票证普及率最高的 优优卡公司就跟学界来合作 研发出电子票证 那么碳排查系统 不仅是融入了减碳存责概念 还透过每月抽奖的奖励措施 来吸引更多人加入减碳的行列 而同样的概念也运用在支付平台 银行发卡公司上 提供更多选购低碳产品的诱因 力求一步步实现举手做环保的低碳生活 说到空气污染 一般会先想到工厂废弃和货币发电 其实运输部门占全台湾碳排放量的占比 可能比想象的还要更高 一个大城市里面排碳量最多最多 以台北市为例的话 那么最高的是住家跟商办的用电 第二个是移动的污染源 就是你的交通工具 经济部统计2022年全台各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 最高是能源类别 第二则是运输 全年排放了3470万公吨二氧化碳 在政府2050净零排放的政策推动下 能源与工业部门都交出了减碳成绩 但从运输和住宅排碳量来看 民众个人习惯似乎没有改变 减碳不仅是地球的事情 也不是企业的事情 是跟每个人相关的 民众最容易触及的地方来考虑 交通就是民众每天都会接触的一个问题 交通部统计数据显示 台湾汽机车挂牌数量连年增加 到2024年上半年为止 也有汽车865万辆 机车1460万辆 汽车持有率仅四成 汽车持有率更是超过六成 为全球最高 为了鼓励民众改搭大众运输工具 基北北陶与飘证公司合作 将民众减碳额度具象化 悠游富Easy Wallet这个APP 点选我的减碳存折 大家所有的一个使用 公共运输的一个减碳量 就会按月累计呈现在这个画面上面 捷运 公车 台铁 客运 以及共享单车 只要是能用票证支付的大众运具 都能为个人的减碳存折 增加存款额度 每个人都有意愿减碳 但是他怎么去做到 很少民众知道 他也不知道他减碳多少 因为悠游卡全台市占率 大概有八成左右 那在北部地区甚至到九成 换句话说 我拥有这个数据量非常完整 悠游卡公司自行开发 通过英国标准协会查核的这一套 电子票阵碳盘查系统 独步全球 你怎么计算你减碳呢 我们就用 你如果不用公共运具 你用小汽车的话 你的碳排量你可以减少多少 你用私人运具跟用公共运具的差异 碳盘查说来简单 其实相当棘手 要符合国际标准方法 计算各环节 直接与间接产生的碳排放量 包含采购 生产 销售 供应 运输 和员工出差通勤等 目的是清查后才能对症下药 评估并规划减碳策略 减碳存折的推广 也是建立在这之上 我们做的第一个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那第二个就是 光我们做力量太担保了 所以我们就 透过这个跟企业的合作 他要做永续报告 所以他有需要 那他当然企业就会愿意 企业加入以后 接下来第三个 我们就要去找政府 纪北北桃他推出了TPAS 实施一年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私人运具的移转有7.33% 那这代表说政府他推出一个很适合民众的一个政策 其实是可以导引民众去使用公共运输 绿运输的 那减碳存折这个部分的概念 我们也是从这边推广起来 因为初期一个政策的推行 都需要有一些诱因 那我们每个月就会让民众有一些抽奖的活动 无论个人或企业 只要有利益就有驱动力 减碳存折活动参与人数 截至2024年8月已超过28万 就相对于小汽车的话 它的减碳量大概减了19万吨 大概是相当于505座大安森林工业 每年的这个吸纳的碳量 减碳存折渴望改变民众的交通模式 而个人碳账户的出现 则是希望改变民众的消费行为 商品琳琅满目 购买时除了包装外观美味程度 现在连环境永续也能影响民众的购买意愿 仔细查看 有些产品包装上印着脚丫图案的碳足迹标签 揭露产制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还有另一种减碳标签 标有下降箭头以及时间 代表该产品取得减碳标签的年份 并承诺五年内碳足迹减量3%以上 目的是鼓励厂商除了揭露产品碳排资讯外 更进一步减少排放 购买有减碳标签的商品 能在支付平台额外累积优惠点数 借此促进民众的绿色消费 比方说消费者到全家买了友善时光 为地球减少盛食 这时候我们就给它150克的减碳记录 累积到一定程度的减碳记录 那我们可以让它兑换更多的绿色永续商品 减碳商机不只在制造业 也可遍及运输金融零售服务等各大产业 差就差在如何有效串联 现代金融业提供绝大多数的交易管道 在减碳行动中也扮演关键角色 基本上就是银行它有所有消费者 它在不同的商店进行的消费类别 那还有它的金额 那将这个资料送到MASCAR 我们这个碳足机计算器的平台 由我们来运算说这样的消费 大概有多少的碳排克数 打卡公司与银行合作 让消费者掌握自己每一笔交易 所产生的碳排后 继而进行调整 银行也会依各自行销主题 推出减碳活动 像是运动和减碳结合 将走路部数换算成减碳量 再换成优惠 推动环保交易 万一真的改不了消费习惯 减不了碳 打卡公司还提供不救方案 我们的无价星球计划 有一亿棵树的这个富裕计划 那银行它可以执行 各式各样的行销活动 不利消费者说 透过怎么样跟银行的往来 可能申请电子账单 或者是我在一定的消费之后 我就提拨一定的金额 来帮你种一棵树等等 各种行销活动 让消费者在这个消费的时候 也可以做一个碳补偿 新时代商机以碳为中心 跑得快才能稳善先机 我们希望共同成立一个 低碳支付联盟 一起来为扩大社会影响力 大家一起来努力 对企业来讲 或许也可以带来 不一样的商业模式跟商机 个人碳账户 宣告着个人碳有价时代来临 减碳不只是企业和政府的责任 民众也可检视自己的每笔交易 有了减碳意识改变日常消费 共同承担地球永续的责任 感谢您今天一起加入 新闻思想局节目 碳有价时代的探讨行列 面对此时宛如走向 失速的全球暖化现象 减碳就地球 也是我们的生存保卫大战 因为再不经济作为 真的会来不及了 感谢收看 我是王心仪 我们再贵